中华邮政明年10月将以传承与创新为题 首办台北2016世界邮展 为拓展国际能见度 中华邮政董事长欧文奇 近期也来到新加坡世界邮展宣传 叛凝聚人气 延续4月亚洲国际邮展的 文创魅力 除了签约承接世界邮展 在本届世界邮展中 中华邮政也带来 深具宝岛特色的珍贵邮款 包括库宫古画 北市动物园剑园百年等系列 以凸显台湾对邮票制作的创意与重视 邮票的美妙之处就在于 方寸之间看到水利 今天晚上的晚会 台北2016是为了促进 要邀请爱好游票的人士到台北去参加这个活动 2015世界邮展由新加坡集邮联合会主办 共展出来自66个国家及地区超过2000种邮品 包括新加坡180年来的邮政历史 和邮票的发展过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